三更有梦书当枕,千里怀人月在风,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夜读书,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? 我们先看一个关于情绪的故事,有一个叫爱蒂巴的人,每次他一生气就跑回家绕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,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,土地也越来越多, 但每次生气时,他仍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,他的孙子问,阿公,你一生气就绕房子和土地跑,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? 爱蒂巴对孙子说,年轻时,一和人生气,我就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,我边跑边想,自己的房子这么小,土地这么少,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别人生气呢? 等后来成了富人后,我边跑边想,我房子这么大,又何必和人计较呢?一想到这里,我的气也就消了,爱蒂巴好像找到了控制自己情绪的好办法,但对大部分人来说,我们常常会被情绪控制,而不是控制情绪。 佛教有这样的说法,人生有八苦,他们是生老病死,求不得,愿赠慧,爱别离,五因圣,其实这八苦本质上是指无常之苦。 佛陀说,无常故苦,世间的常态就是无常,人们也容易因为这些无常而产生各种情绪,其实从现代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,这些情绪都是人的一种错觉。 明白了这一点,就能很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了,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奥秘呢?首先,我们要知道,佛陀说的苦是什么意思,与我们日常的理解有些不太相同,苦是佛学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,当年释迦牟尼就是因为看见了生,老,病,死这四种苦之后,才决定开始修行的。 那么这个苦,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是说这个世界故意让我们苦,还是说苦不苦,跟人的修为有关?一个觉悟者,他会感到苦吗? 比如说,有一个说法说,之所以我们觉得苦,是因为我们执着,如果你不那么执着的话,你就不会那么苦。 罗伯特·赖特在他的书《洞见》里认为,苦就是不满足,我们都知道,从生物进化的角度,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。 为了传播基因,我们就要做各种事情,像吃饭,生孩子,竞争,获得声望等等。 但是人,毕竟是有思想的生物,也许有的人就想看看大自然的风景,享受岁月静好。 他对传播基因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好。 那应该怎么办呢? 自然选择怎么才能让我们乐意去做上面说的这些事情呢? 莱特说,自然选择给我们的心理做了三个设定。 第一,完成上面那些事情你就能获得快乐。 比如说,吃饭和谈恋爱都能让人感到愉悦。 第二,快乐是短暂的,它不能持续很长时间。 如果我们只做一次就能获得持续的长久的快乐,那我们就没有动力去做第二次了。 所以,自然选择希望你去重复做一些事情。 第三,对于前面这两个事实,大脑应该专注于第一点而忽略第二点。 如果大脑明确意识到快乐是短暂的,那它可能就会放弃追求快乐, 开始怀疑人生,也就是说,自然选择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否快乐。 它只是把快乐当作诱饵,来使我们完成基因传播这个目标。 从基因传播的角度来说,这个当然是好事。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,这个局面就非常可悲了,人的一生永远在追求偶尔能得到,但是得到的只是短暂的快乐。 现在已经有科学实验证明了这个机制,有人拿猴子做过这么一个实验,在笼子里面挂一盏灯,那只要这个灯一亮,实验者就会给猴子提供几滴果汁,然后猴子就喝到了,觉得很好喝。 然后科学家就密切观察猴子大脑里面多巴胺的分泌情况。 分泌多巴胺就说明大脑正在历经快乐,一开始是在这个果汁进入到猴子的嘴里面之后,猴子的大脑才大量分泌多巴胺。 好,这个情况很明显是果汁使得猴子快乐,但是在实验重复多次之后,这个猴子就掌握规律了。 他就知道要是灯一亮,就会有果汁,那这时候科学家就发现在灯亮之后,但是果汁还没有滴到嘴里这个瞬间的过程里面,猴子的大脑就已经开始分泌多巴胺了,对果汁的预期已经让猴子很快乐。 而再到后来呢,亮灯导致猴子分泌的多巴胺就越来越多,而果汁带来的多巴胺越来越少。 似乎猴子的全部快乐都在对果汁的预期之中,真正喝到果汁的时候反而不怎么快乐了。 好,那我们看人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吗?在做某一个事情之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件事有多么快乐,但是真正做了之后又感到很空虚,这个就是苦。 你永远都不会真正满足,所谓快乐其实是个错觉。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人的各种情绪其实是自然选择对我们思想的编码,能让我们对外部的环境做出一个有好坏的判断。 如果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传播基因有利,那你就会感到快乐,那你下次就还会这么做。 如果这件事情对传播基因有害,那你就会感到难受,你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了。 但是这些编码有可能是出错的。 第一种错误是环境变了,而编码没变。 比如说我们看到甜的还有高脂肪的食物,我们就会特别想吃。 这个情绪在过去那个食物匮乏的时代,可以让我们摄取更多的营养, 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利的,但是现代社会食物非常丰富。 我们在吃那么高脂高糖的食物,就只会损害自身的身体。 那么莱特就说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感情,可以说是一种假的感情。 而第二种错误叫做假阳性。 什么意思? 比如说一个原始人在野外行走这时候,他听见草丛里边有声音传出来,那你说他会怎么反应呢? 这个声音有99%可能就是风吹的,但是也有1%的可能性是这个草丛里边埋伏着一只老虎。 那这时候原始人会不会忽略这个有老虎的小概率事件? 继续往前走,答案是当然不会了。 它的正确反应,当然就是我管你有什么东西,我先跑围上。 这个对风吹草动害怕的情绪,在原始社会是很管用的,但是在今天,就会导致我们的各种焦虑。 比如说,原始社会,大家都是熟人,你给别人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,被人看不起的滋味很难受。 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大多数是陌生人,其实大多数人就根本不在乎你是什么人,但是我们仍然特别关注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。 那这么说的话,我们种种情绪里的错觉实在太多了,我们以为能够得到快乐,其实快乐非常短暂,我们对糖很有感情,但是糖吃多了对我们有害,我们整天担心这个,担心那个,其实都是瞎担心,所以佛说人生充满了苦。 而烦恼都是虚幻的东西,进化设定我们的快乐必须是短暂的,因此我们永远都不满足,而这个就是人生的苦,同时进化给我们设定的各种情绪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,所以烦恼可能是空的,这就是赖特从进化心理学对苦和烦恼的解释,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内容。 既然烦恼和苦都是自然选择机制给我们带来的幻觉,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或者摆脱它呢? 冥想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 冥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冥想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派别,第一个是禅宗,它类似于思考一些预言故事,让人在书里情节中顿悟。 有时候会有一些言语上的辩论,第二个是藏传佛教,它的方法主要是想象一些视觉意象,比较适合艺术家。 而提倡普通人做的是第三种,它就是内观,简单来说就是正念冥想。 这很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要求,也就是我们做自己的观察者,体察自己的情绪,体察自己身体的感受。 在西方,正念冥想已未然成风,如谷歌公司便为员工特别设置了冥想空间,旨在助力员工恢复经历,同时引领他们洞察世事,获得心灵与个人的真正解放。 正念冥想的实践方法极为简单,只需择一静谧之地。 坐下,将心神全然倾注于呼吸之间。 如果你追求仪式感,那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 弄一个垫子,然后坐在垫子上,具体什么姿势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。 只要你不睡着就行,第一步就是坐下,第二步是专注于自己的呼吸,就是喘气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,一心一意地专注喘气。 这一点其实不简单,要知道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干的时候,大脑的正常状态是随机漫步,各种想法和情绪会不断地冒出来。 等于说,你是在一个做白日梦的状态下,我们其实很享受这个状态,有的时候还能获得一些创造性的发现。 但是冥想恰恰要求的是,你的思想不能信马油浆,你必须专注在呼吸上,能够坚持专注的时间越长,功夫就越深。 练好这个专注的功夫你,才能不被各种感情和思想困扰,你才能不受大脑模块的控制,获得自由。 专注呼吸本身不是目的,目的是练习把握对自己大脑的控制权可能,你能专注很长时间,你将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。 赖特就曾经达到过这个状态,他说,在长时间的专注之后,就获得了一种非常深入的平静,有一种巨大的喜悦感。 正念冥想的精髓在于将身心合一,专注于身体的感受。 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们的大脑时常游移不定,思绪纷飞,情感与想法交织,最终可能导致情绪的失控。 然而,正念冥想便是帮助我们驾驭思想之马,使心灵与身体和谐共鸣,坚持正念冥想。 我们将不再受情感与思想的纷扰,重获自由,重长生命的舵手,经过长时间的专注练习,我们可抵达一种深邃的境地,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,无尽的喜悦。 在佛教的八正道中,正念与正定乃是修行之关键,正定即是通过专注呼吸达到的心灵稳定,而正念则是将这种专注融入生活的每一刻。 如此,我们便能专心欣赏一朵花的绽放,或在用餐时细细品味食物的滋味。 正念冥想,实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修行,它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刻,摒弃杂念。 很多时候,我们的思绪会飘向过去或未来,或是围绕他人打转,但正念冥想教会我们,面对这些思绪与情感。 无需压抑或抗拒,而是接纳它们的存在,然后将焦点重新拉回到身体的感受上。 这样,这些情感与思绪便会渐渐消退。 最终,通过正念冥想的深入练习,我们将达到一种境界,其中任何情绪都无法再干扰或控制我们。 用佛教的术语来说,这便是逐渐摆脱苦海,迈向解脱之路。 冥想功夫从低到高大概有下面两个层次。 第一个层次是你能够不受强烈感情的干扰,把自我和各种感情剥离开。 只要达到这个层次,你马上就能体会到冥想的好处。 比如说,牙疼这件事,普通人可能会抱怨。 和对抗牙疼的感觉就是你越反感,你就越觉得疼。 最后,你的整个大脑就被疼痛所挟持了。 而冥想的做法呢,是请你先承认这个痛苦感的存在,然后尽量去不理会这个感觉。 也就是跟它保持距离,当你成功之后,那现在的你就不会被这个感情所制约了。 能练到这种功夫,你在生活中就不再会感情用事,你永远都能调整好心情。 而更高的层次,则是能把自我和各种想法全部剥离开,真正做到专注呼吸,不想其他。 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,打扰我们注意力的都是各种小想法。 比如说,明天上班要干什么事,或者期待和一个爱慕的约会对象见面,或者是回想自己昨天在球场上的一个瞬间。 莱特说,这些想法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不是在回顾过去,就是在思考未来,都不是当下的事情,再比如说,这些事情都跟你有关。 你冥想的时候,是不太可能想到天体物理学的,还有常常都跟另外一个人有关,人都是社会动物,我们总爱想人的事。 最后这个想法几乎都是由大脑的某一个模块提供的,这些模块都是进化的产物。 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,想法是由模块产生的,通过某种感情吸引你的注意力,试图劫持你的大脑。 那怎么跟想法剥离呢?方法仍然是当一个想法来了的时候,你要承认它的存在,然后跟它保持距离,就是不去想它,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呼吸。 这就好比说你站在一个火车站上,各种想法也就是火车,而眼前的火车纷纷来了又走了,但你始终不上车,也就是说无论强烈的感情也好,一般的想法也好。 我们的做法都不是压制或者扼杀它们,而是承认它存在,允许它出现,但是不受它影响,达到第一个层次,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情绪了。 而如果达到第二个层次,你就可以自由选择当下的思考,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扰和控制你,这种能力就实在是太厉害了。 用佛学的话说,就是你会逐渐地脱离苦。 佛学里面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,空,就是空洞的空,烦恼是空的,情绪也是空的。 对我们来说,和空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更熟悉,就是色极是空,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? 较为通俗的解释是说,认识到世界是空的。 对你有好处,因为你看到的这个世界,有很多东西是虚幻的,而且你确实能够退出。 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? 我们下面就详细来说一说。 有一次,赖特在一个冥想培训班里面学习,正好教室外面有人在用电锯来锯木头,然后教室里就充满了电锯的噪音。 这个声音让人听着很难受,但是赖特使用了冥想的功夫,他就先接受自己反感,电锯这个情感,然后再来审视这个情感。 这个时候,电锯的声音是仍然存在的,但是似乎就不带负面情绪了。 而再到后来呢,赖特甚至觉得电锯声还挺好听的,他听出了音乐的味道。 这段经历就是赖特第一次体验到色极时空。 赖特说,电锯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,我们之所以反感电锯,是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恐惧的联想。 当我们想到电锯的时候,我们会想到锯断什么东西,它代表一种破坏的力量。 这些恐惧的联想,是人赋予电锯的一个内涵,而所谓色是你从电锯的声音里面联想到的内涵,你不妨把它称为电锯色。 你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声音,你并没有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要伤害你的电锯,电锯声是存在的,而电锯色是空的,所谓空,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空的, 而是说,我们赋予万事万物的内涵是空的,我们总是从自我的视角去出发,去判断好坏,但是这个基本假设不可能是正确的。 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生物,不可能每一个生物都比别的生物重要,不可能每个人都特殊,一块腐败发臭的肉。 从人的视角来看,里面有细菌,对健康有害,它显然是个坏东西,但是从细菌的角度来看,腐肉恰恰是它们繁殖的温床。 这种观点就是色及时空,认识到这一点之后,这块肉它就是一块肉,并不存在好或者不好。 这也就是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说佛学的意义,就是把我们从自然选择给的局限视角里解放出来, 从一个更高水平来观察和体验这个世界。 2600年前,佛陀体察到了自然选择给人的思想限制,他没有任何现代工具,但是他发现了问题所在,找到了解决办法, 而且还发展出一套知行合一的佛学体系。 佛陀走得非常非常远,以至于后世的人已经难以理解它了。 2600年后,现代科学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同样的问题, 使得我们可以学习佛陀的方法去印证佛陀的思想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喜欢的话,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。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,深夜读书,每晚陪伴你,期待与你再次相遇。